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08年底我就提出 也许能够真正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心涯客服 刚开始真的就是能力非常的不足 因为永和区没有大专院校 可以来支援志工老师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我就藉由不同的活动 或者是亲朋好友 或者是甚至以前大学的老师同学 都能够把他们邀约过来 反正就是从零到有 一二三四大家都一起来承担 就觉得说这样子就是上门说到的 一声无两 好 最后答案 OK 在之前我就觉得说自己的力量不足 可能只能捐款吧 捐款了以后可能就是 在行动上面会比较不足 那到慈祭以后就不用怕说自己的能力不足了 因为我们在承担起这样子的责任以后 我会发现说自己的好像有成长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说我们的志工老师们 大家就是像蝴蝶效应一样 来到这里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互动 还有很好的一个善的效应 当然最大的一个成长就是我们学童 看到学童的进步 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欢喜